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这几天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和网球名将彭帅之间的感情纠葛 以及目前这样一个最新的进展 引起了互联网的热潮 尤其是中文互联网 在这一次的话题上 比英文媒体要领先 互联网上各种段子 各种话题 各种揣测 是成熟不穷 也很精彩 过一会儿我给大家列举其中 值得分享的几个 那么首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外媒这次是如何跟进的 据彭博社报道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 彭博社的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网球巨星 彭帅 实名举报了张高临 你怎么看 汪文斌当时很尴尬 来了一个外交辞令 说这事我不知道 你提的问题不是外交问题 你看 这个回答有意思吧 全世界都知道了 他说他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另外一个 这个问题不是外交问题 那你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的不是外交的问题多了去了 该贸易问题就谈贸易问题 该学生签证问题就聊学生签证问题 什么话题都可以聊 怎么突然到了这儿你竟然以不是外交话题为由予以回避 但是彭博社的记者问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 但仍然有他非同反响的一个意义 那是什么 外交部的发布会 既然有人问了 那就是所有的在场的外交部的人员 以及所有的外媒 以及中国国内媒体的记者 那就都听到了 听到以后 这个事情就会按谣言 或者说按照传言 他必有的规律往下推进 那就是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 你越压制他 他传的越快 比如说今天好多中央媒体的记者就跟我要 听说彭帅发了个这个帖子 你发过来 我已经看不到了 我说我也不能给你发 发了以后 不管我用什么方法 给你画红线也好 给你颠倒过来也好 给你怎么拉也好 都发不过去 而且很有可能导致微信号 炸号 因为很多人的号已经炸了 那么所以这种民间的信息的传递 暂时看来不会特别的有效 那么汪文斌在这个会上 他竟然回答了 虽然说不知道 那你也得网上报 网上这汇报 这个事如果你不汇报 外交部你是有责任的 那将来如果 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 接受外媒采访 有人问 这不是猝不及防吗 那既然他们会汇报 这个事情就进入了官方的程序 必须有个结论 有个说法 那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没有说法 那也是一种说法 就是不再进行调查 也不予以明确的一个结论 这也是一种态度 这种可能性那是非常大的 因为在中共那里 什么时候 用纯粹的男女关系 调查过别人 这是很少见的 因为中央领导都比较擅长这个 哪个人都有一段这样的故事 相比起来 张高丽可能算比较纯洁 比较善良的 因为啥 从彭帅披露的这些信息看 在这么长时间之内 好像也只有彭帅一个人 和他保持这样一个 偶尔抄党章的这样一个关系 而且就算是和他 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第一次十年前 他提出过超党章的要求 但是从他这个帖子里 没有给出十年前的第一次 他到底是拒绝了 还是没拒绝 然后又是七年前 七年前他当时说不愿意 但是后来还是同意了 七年以后 张高丽卸任了政治局常委 又通过网球中心的刘大夫 找到了彭帅 双方又开始了一段 共同超党章的愉快的旅程 这个是三年前 三年前 这段时间 是 这段经历 是导致了彭帅 最后失控 写出来这一大篇文章 掀起了这个惊涛骇浪的一个根本原因 因为过去这三年 他们是朝夕相处 而且是这个三人行 是一段非常奇葩 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 所以总结起来看 如果是十年前第一次 不管有没有发生 到三年前 这中间的七年时光 张高丽和他没怎么着 你看 这个中央 中共中央内部 就算想做个纪律处分 想做个内部检讨 都没法做 哪有像张高丽这么纯洁 这么 街声自号的干部 那很少见的 因为中共中央的这个高级干部里边 那这个东西都是标配 这两天我开始看这个 李志隋先生写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 这一切都是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写学的 等我看看那本书 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进展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 毛主席作为无产级老一辈革命家 作为党和国家的创始人 奠基人 他怎么干的 那真是叫这个登峰造极 那真是搞出了风格 搞出了这个一代为人的那个风范 比如说 在据这个李志隋先生回忆 毛泽东啊 他没有别的爱好 他不像人家唱唱歌啥子 当然了 他有时候也参加这个中南海的舞会 跳跳舞 别的时间呀 他就是一个农民的习性 一个农民的习惯 农民干啥 当时中国的农民 湖南农村又没有电 是吧 又没有别的这个娱乐 没有电视看 也没有手机玩 没有微信 没有TikTok 这些都没有 那些农民啊 到了晚上没别的事 就是超党章 这个毛泽东啊 继承了这个传统 也形成了一个习惯 所以他就有事没事 这个这个就跟周围的这些人啊 搞这个超党章 那你这谁自己认识的就不计其数啊 那么党中央也专门有一个团队来为这些事情做安排啊 要挑选那些身体健康啊 觉悟很高啊 政治是没有问题 家庭出生也没有问题的 这个女孩子挑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啊 为他服务 那当毛主席提出超党章的时候 这些人都必须服从啊 当然这个事情的诡异和他的这个有趣之处在于 都和彭帅有类似的经历 你说这些人一开始 这些女孩子是吧 挑下来的时候 那主席肯定不会跟二手获超党章 肯定都是挑上来的都是啊 检查过的 但即使是这样啊 人人都有不适应的时候啊 但是从不适应到适应啊 对伪人来说 对和伪人超党章来说 那个那个跨度啊 那个那个速度是很快的 哎 据李志锤先生说 很多啊 女士很多女生啊 在跟毛主席超完党章以后 都兴奋的对啊 李志锤说哎呀 主席真伟大 样样都伟大啊 你看啊 那当然了 那能不伟大吗 所以这种啊 带着崇拜啊 带着家国情怀啊 带着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奉献啊 为党的事业奉献 这样一种崇高的精神 参加进来的话 又和这个男女的事情 结合在一起 那个体验 对很多人来讲 是终身难忘 是怀着激动 崇高的心情 抄这个党章的 所以在中南海 甚至发生了一度啊 这些女孩子和毛主席 抄完党章以后 纷纷把自己的姐姐妹妹 家里的亲戚 推荐给中央与官部门 说那个人也挺好 那个人素质也很高啊 我们能不能把他引用来中南海工作 要求叫雨露均沾 这个都是中共中央的油粮传统啊 我们等我看完那本书 跟大家再一一的进行分享 那看我们看看今天的纽约时报啊 华尔街日报啊 还有华盛顿邮报 他们纷纷都写了这个话题 但他们写这些话题的时候 可以说是乏善可乘 而且有些陈词乱调 有些标准的这种模板化的格式 他三言两语就扯到了 这个美国这个me too上 这个me too 因为他们的读者都是英文读者嘛 扯到了me too 这这个事情在中国来讲 绝对就不是个me too问题 中国能搞啥呀 别说me too You too都不行 所有的一切在中国当今这个时代 他都带有了政治色彩 me too在中国永远搞不下去 他怎么可能让你民间有一个团体 为了维护自己的那点利益 那点根据性别搞出来的这么一个维权运动 怎么可能让你搞呢 所以中国的me too运动啊 可以是先听不足 一出门就摔了个跟头 甚至很多人一头在定沟里 再也没起来过 所以在中国这个me too的时间 虽然很多 但是能够正儿八经开始处理的很少 很少很少 尤其涉及到官员的 我们目前没看到 都涉及哪些人呢 大学教授 这些知识分子 臭老酒 这帮人啊 要钱没钱 要胆没胆 就是这个 年龄一大把了 雄心不牢 老想占女学生便宜 结果你有些女学生变异 就给他举报了 当然这里边也很复杂 我很多的中国高校的这个 大领导都跟我说 他们在学校面对有人举报 比如某某教授 把某个女生怎么着了 这个女生只要当时不报警的话 就两个都开除 老师也开除 学生也开除 因为学校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资源 去进行 有实质意义的调查 那既然这种情况 那你就成了 你说我说 那这个情况学校没法处理 反而学校带来很多的被动 那就都开除 或者都处理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你看一个就是这种高校的老师 高校老师最没有地位的 尤其是那些老气横丘 没什么学问 冒充有学问 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大学教授里 可以说暂时占99.999% 所以人家这个女学生 也不喜欢她 硬来这个身体很诚实 没法弄 到最后搞得两败俱伤 那这是这个大学教授 这么一个状况 还有一类呢 就是娱乐界的 娱乐界的 在前些年 连娱乐界的这个MITO 都不准搞 只是最近两三年以来 这也是这个外媒 我刚才说的这三家 纽约时报 华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 披露出来的一点 最近两三年 MITO这个事儿 开始建筑报端了 开始成为街头巷尾 谈论的话题了 你比如说 吴亦凡这个事儿 你看就给他弄着了 是不是 那这个大街小巷 谈得很热闹 中央台还出面 狠批 这个吴亦凡 那最新的就是李云迪 中央台甚至 这个开始对李云迪 进行道德审判和谩骂 怎么怎么怎么样 什么钢琴只能有黑白 不能有黄色 等等等等 这个都是 MITO这个事儿 在中国 可以说有一点 炸暖 海寒的那么一个意思 已经开始亮相 开始聊这个事儿了 从这个角度讲 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 但实际上 这些话题 大家都知道分寸 你不能搞 公职人员 你不能搞领导人 你看 所以这一次彭帅 这个事情的意义就在于 不搞 所以一搞惊人 一下就捅到了 中共中央统治阶级的最高层 前政治局常委 这一下 让网信等部门 很尴尬 很被动 忙着急伤火四 周末删帖子 删的还不一定干净 现在已经删到了什么程度 大家知道吗 连中央电视台 那个体育频道的那个微博 都不让留言了 他怕你留言 在说漏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 这个情况 他就处于一种 这个 一抓就死 一放就乱 这么个局面 在中国的任何事情 包括男女问题 超党战的问题 都已经 进入了这样一个 怪循环 死循环 一个很无奈的循环 那就是一抓就死 一放他就乱 无法周深 另外呢 我们看到 纽约时报 还报道了 关于张高丽的出身的问题 张高丽出身啊 我们在前几期节目里面 没来得及聊 因为我们重点都放在了张高丽同志 人老姓老 老当一壮 在人人都老气横丘的这么一个时间点 他老出了风范 老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经常聊聊他的出身 而且和现在出的这个事是有关联的 张高丽就四十年出生 今年是七十五岁 我说错了 前几期节目里面说的是七十一岁 七十五岁 七十五岁高龄 所以很多朋友感慨 说哎呀 我看了这个事没别的希望 我就希望我七十五岁的时候 还有这个心情 还有这个能力 我看这么说 也是话操理不操 七十五岁 这印证了一个道理 人老是新鲜老 只有新不老 你就老不了 你看张高丽同志 七十五岁还能演这么一出 那不容易 那不容易 我这不是开玩笑 没有讽刺 不带引号 那真的是不容易 不然的话你看看你身边的七十五岁的 能走路走利索的就不多 你看张高丽和这个三十五六岁的这个世界冠军 烹帅 玩得如痴如醉 水乳交融 这里面体现了一个境界 体现了一个水平 是体力脑力 这个双重的这个最高境界都做到了 一般人真的做不到 那么张高丽1946年出生在福建近江的一个农户家庭 祖祖辈辈都是贫苦农民 他真的是贫苦出身 他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 好像是子妹四的 他是最小 他不满三岁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由他的寡母一手养大 所以张高丽的童年生活是很辛苦的 念小学的时候 每天的干粮 就是那几块那个红薯地瓜干 年纪不大就和当地农民一起上山种田 下海捕鱼 所以张高丽这个童年的经历 让他养成了情学苦读和执着的一个信念 后来他考上了近江这个乔生中学 后来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厦门大学的经济系 当然在中共的这个简历里面 只说他上了大厦门大学 但实际上他短期被中共中央派到金日成综合大学去培训过 好像有个短期培训一年好像左右 那段经历 张高丽从来不提 因为说出来丢人 说是金日成大学毕业的 那能学查呀 这个学不是来啥东西 张高丽从来不避讳自己的苦孩子出身 多年后他主政天津的时候 还和天津南开大学的师生谈起自己童年的往事 并分享了中学手写的一首朴素的诗作 那首诗是这么写的 说人生道路曲折漫长 不能没有理想 意志是多么的重要 当我孤独无缘的时候 他给我力量 他给我希望 这个基本上也就是个打游师的水平 但也不能对他这个有过多的强求 再到后来 张高丽大学毕业以后就碰上文革 没有什么好单位 给他分配到了 石油部的广东茂名石油公司 在仓库当搬运工 在这里他每天要扛每包50公斤的水泥 在这家国有企业工作了14年 也正是在这14年里面 他认识了他现在老婆大房正公康丽 所以从那时候认识的 那时候他就开始干团 陶委夫司机一直干到这个冒名石油公司的党委书记 再到后来1984年他开始进入政界 一帆风顺 他这个一帆风顺不是一般的一帆风顺 很快 你看先后担任广东的经委主任副省长 新政市委书记 山东省长山东省委书记 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职务 于2017年的时候 张高丽在十九大卸任政界常委 并在第二年18年的时候 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他就退休了 他是这么一个经历 看到这段经历 大家想起一个什么词 叫凤凰男 是不是 凤凰男 张高丽就是典型的凤凰男 凤凰男有什么特点呢 出身很苦 吃个苦 这个很谨慎 很谨小身为 不能轻易犯错误 你像张高丽这个出身 他犯不起错误 这也是养成了很多中共领导人 他是个两面人 心里有自己的想法 心里有自己的欲望 但是那个脸就跟那个面瘫似的 没表情 我看回来网上很多人说 这个人确实有面瘫 这个我觉得是有点 这个欲加之罪和谎无辞了 没有证据表明他有面瘫 他就是多年的从政经历 谨小身为养成了这么一个 对外打交道的条件反射式的一个反应 一个反应 他后来能当上这个级别的干部 那真的是 他的个性是有关的 但是所有的凤凰男也都有一个缺点 张高丽也不例外 那是什么呢 他的出身决定了他的事业 另外他的出身决定了 他在很多事情上太谨小身为 他爱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比如说你和人家彭帅交流 说起来彭帅了 我说什么事了 我还得先讲一个观点 我看互联网上 推算上很多人讽刺说 张高丽 这个口味这么重 你说彭帅那个脸蛋 那个身材 你怎么看上他了呢 拜托 这是我的审美趣味有问题 还是大家的有问题 这个彭帅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我认为都是一等一的美女 就是他很健康 很健壮 那个肌肉块是不是很健康 那个身材一米七六 这个张高丽也一米七七七八左右 那也是这个身高很不错 然后还有自己的个性 有性格 比如说彭帅 他就不是在共产党的国家的国家队体系里面 培养出来的网球运动员 他是自己在体系外搞的 因为在体系内搞怎么样 体系内搞你要受制于体委的这种种种的限制 领导的脸色你都得看 说让你陪练 说让你让球 你就得让球 说让你拿冠军 你就不敢拿 他不在这里头干 他只是挂个名义 所以他的自由度是相对高的 你看这个人还是有自己的一定的特点 和他的个性的 所以从哪个角度讲 我觉得彭帅这个人不差 我觉得这个看上去挺顺的 这个很顺眼 不是传统的那种病态的那种美 往往老了说就是林黛玉那种 什么藏花瓷 有事没事你跟花折腾啥 你干干嘛干嘛 你要是当年没有这么肉 没有这么这个病态 可能早就把这个 早就和贾宝玉抄党章了 是吧 你不是你这不是自己做自己吗 你看人家这个 人家这个彭帅就不这样 很健康很健美 这一点是东方的女性里边 特别难得的一点 我们再说他跟彭帅的这个关系 彭帅在帖子里说的很清楚 这么多年以来没有用你的名字 用你的名义赚过一分钱 也没有毛过一分钱的私 当然了 彭帅这么说呀 他有他聪明的一面 那就是自己首先声明 这个事不涉及法律 因为他如果真的是把这个 这个说这个他们贪赃亡法 怎么怎么着 那一下就把张高烈 这下毁就就毁透了 他先把这个事情 界定在道德的范围内 他就是道德 就是想争着口气 甚至可能做梦都想张高烈 这个回到他身边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些凤凰男有个特别大的毛病 在哪呢 咱们这么说吧 说的直白一点 人家彭帅不跟你要 但你不应该不给呀 你说彭帅这个水平 怎么定那个国家体委副主任 甚至是主任等等 那个国家网球中心的主任等等 于国于民没有坏处呀 人家的专业水平也到这个程度了 你咋就不安排呢 这种凤凰男吧 就是特别爱惜自己的羽毛 特别爱惜自己一路 这个在这种高风险 高对抗 过山车市的中共的势图拼杀出来 有这样一个结局 他把这个看得比天都重 就像习近平说的似的 这革命理想大于天 那对这个张高丽他们来说 保住这个官位 保住这个名誉 这张脸 那就大于天 那在这个面前 彭帅就不算什么 所以你看 人家彭帅折腾到现在 你就是没从你张高丽那得到什么 你这么就一拍两散了 而且说 说这个 咱们俩之间没有任何交易 而且放话说 我不怕 你怎么搞 我都不怕 说实话 你这么弄 就有点耍就忙了 那你这么弄 就跟专业的那个赵老师差不多了 赵老师当年就是 人家饶颖老师 跟他要五十万 在郊区买个民房 这个安斗余生 他都不给 你说你张高丽没这个水平吗 你没这个资源吗 彭帅不值得你帮他一把吗 他就不搞 结果好吗 你 这个女生的心理就是这样 是不是 这个特别是像彭帅这样 这个有水平 有担当 有追求的一个女生 人家也见过世面 是不是 你文博尔登 这个公开赛 有几个中国人拿过冠军呢 是吧 这不多见 这种情况下 他完全 他可以做出一种姿态 或者是不用做姿态 真心的 就是想跟你好 就是喜欢你 按他自己的说法 这两个人很搭 在一起聊万事的奥秘 聊宗教 聊哲学 聊经济 聊得不亦乐乎 但是 你张高丽算干啥的 你好歹也在山东待过 你面对你的红颜知己 你真的就放手 让他聊过几年 一拍两散 没关系了 我自己人间蒸发了 你说你这叫什么人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要人家彭帅 出来搞他 他不冤 人家可以不要 但你不应该不给 总要给几年的这个感情 画个句号的时候 给人家既然不能给人家一个名分 那就给人家一个非常体面 非常高雅 回味起你来 至少没有什么怨恨的那么一个后面的这几十年 你75了 没几年蹦大了 虽然中央领导的保健水平很好 但人家彭帅才刚三十五六岁 后面还有一大段人生路要走 人家还有家人 所以你这么弄 说白了 用中国老百姓最传统的观点来看 你这叫不地道 你这叫占人家便宜 所以张格丽这一点上体现了很多 这个凤凰男的这个特点 所以今天我聊这期节目的时候 心情也是悲喜交加 喜的是 华人女性啊 不都是像彭帅这么倒霉的 人家彭帅 身为世界冠军 个人条件也这么好 竟然在中国你看 被强迫抄了这么多次党章 连个说理的这儿都没有 被强行封杀 同样在今天的波士顿 今天刚刚发生的 一个台湾的移民 于是要无 无密 人家当选了波士顿的市长 这是波士顿有史以来 第一次是非老白男 当社长 而且一下就选了个亚洲女性 还是个华人女性 米歇尔吴是这个台湾移民的后代 父母从台湾来 他出生在芝加哥 他的年龄跟彭帅几乎一样 他比彭帅大一岁 但是你看人家这个 在美国这个环境里生长起来的 这么一位华人女性 已经创造了美国政治的历史 拉开了新的篇章 也创造了华人女性新的历史 我看到以后真是极度的兴奋 非常为华人女性感到自豪 但对比彭帅和米歇尔吴 我们就看看这个中美两国的很多事情 他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 强行做比较就是属于一个扯淡 就是故意 要么就是脑子坏了有水 要么就是良心坏了坏肿 彭帅这么个人物 这么个角色 在美国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 他的这段经历 肯定会对媒体密集的报道 他本人的冤屈 或者说即使没有冤屈 他本人的声音会得到充分的表达 但是 吴谬的新闻和彭帅的新闻 竟然发生在同一天 结局截然相反 这个人感觉 你们中国人搞的那个所谓的体制优势 真的是再扯淡不过的一个事情了 看看彭帅 看看米歇尔吴 那些还说中国有体制优势 在各方面都有体制优势的 你应该看看你周围 你家里有没有女儿 你愿意让自己的女儿 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优势下成长吗 你要愿意 那我也不说啥了 我祝福你 你要不愿意 那你就该总结一下 这个体制优势 真的是个优势吗 真的是可以持续持久的吗 你跟米歇尔吴比比 这有什么可比性吗 所以这个事情给了我很深的震动 很多的启发 尤其是当西方媒体 这个在往密兔这个方面去写的时候 我尤其的是感慨 中国社会 贵宾结底 还没有走出反地反封建那个阶段 对你女性的歧视 对女性显性的隐性的各种歧视 都体现在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实际上既不符合现在世界的主流价值 更符合中国最精神的 最有中国特色的 那个我们的老祖宗的哲学理论 这里说白了 我正是要谴责一下孔孟之道 包括段友红 他这个在孔孟之乡长大 包括张高丽在孔孟之乡当过父母官 都被孔孟之道害得停彩 孔孟之道就是瞧不起女人 孔子当年规定好了吗 父亲去世要守校三年 母亲去世只需要守校一年 这个他都是明文规定好的 摆明了其实女性吗 但是中国的老子 中国的道家 比如家高到不知哪里去了 中国真正的智慧的宗教 是道教 中国真正对世界哲学有贡献的哲学家 只有一个半 一个是老子 另外半个是庄子 从此以后 中国社会再无哲学家 那老子说什么 老子在《道德经》开头的时候 就摆明了 人家重视女性 你看这个第六章怎么说的 这古神不死 是为玄聘 玄聘之门 是为天地根 明明若存 用之不勤 这啥意思 主导万物生长的这个力量 这个道是永远不灭的 它就像黑暗幽深的雌形器官一样 玄聘嘛 是天地间万物发生的根源 它若隐若现的存在于天地之间 它的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 阴阳之间 阴是基础 阴是第一阴 阳是第二阴 雌性 才是天地之根 这个是老子 在中国最传统 最古典的哲学里面 说的很透 那第五十二章又说了 再次强调 天下有始 以为天下谋 你看谋 既得其谋 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 复守其谋 这都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说天地有其始 这个其实就是万物的根源 万物的根源 老子称为谋 中国历朝历代 这么多年以来 家庭关系里面 最亲的是这个母 就是女性 你看从你来到现在 孩子放学回家 第一生就先叫妈 妈 你听见有几个 如果妈妈爸爸都在家 一进门就叫爸的 没有 所以母亲女性 是最应该得到尊重 最应该得到尊重的 我理想中的社会 就是一个母系氏族社会 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事情 这些灾难 这些病毒 这些这个焚扰 大部分都是男人搞下的 你说 男女生的犯罪率也低 女生的社名也比男性长 女生也更具有和平气质 这些都不用我举这个数据来说明 大家看看周围的这个案例就知道了 但是恰恰是在今天的中国 号称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 你在男女平等这条道路上 你应该像老子看起像道德经看起 而不是像最腐朽的那种重男轻女的文化看起 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再多讲 我回头会放在 平等天下我另外一个频道 仔细的聊道德经 仔细的聊其他一些哲学话题 这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 真是为这个彭帅感到尤其的不平 我们也希望最近两天这个事件 只是一个开始 彭帅这个事情 他有一个好开始 也能有一个好结局 有始有终 我们也再次祝愿他平安顺利 谢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